是求无穷奇数 sigma n从0到无穷 那它的通式的部分是3的n次方 分之2的n次方加5这个无穷奇数的和 那这个无穷奇数呢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等比奇数 但是它这个分数我们可以把它切开 变成前面一个部分以及后面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把它分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sigma从n从0到无穷 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n带0 所以3的0次方分之2的0次方 那这边后面这一部分呢 就是3的0次方分之5 所以3的0次方分之5 那n从0再来是1嘛 所以n带1的时候呢 就是3的1次方分之2的1次方 好,那后面这半部分呢 就是3的1次方分之5 好,那再来n带2 所以3的平方分之2的平方 而后面这一块呢 就是3的平方分之5 所以我们呢继续n到无穷 所以我们这边就变成是一个继续无穷加下去 而后面的这一部分呢 也是一样就是无穷加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式子呢 拆开变成两个无穷极数 好,那前面的这个无穷极数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等比极数 好,首项的部分呢 3的0次方分之2的0次方 这是1 好,那公比呢 用第二项除以第一项 所以公比呢是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用无穷等比极数的公式 1-r分之首项 那我们的r公比呢是三分之二 首项的部分呢是1 好,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这边 首项是3的0次方分之5 那分母是1 所以我们的首项是5 好,那第二项呢 三分之5 所以我们用第二项除第一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公比是三分之一 所以1减公比三分之一 好,那我们计算一下 1减三分之二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导数 所以是3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1减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5 除以三分之二 就变成乘以二分之三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3加上二分之十五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把它通分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二分之多少 3266加15 所以二分之二十一 给我们的答案还有其他是四分之一 之一